下面我们做的这道菜 叫墨西哥饭 首先 把米清洗一遍 然后 裂干水 放在旁边 准备 然后接下来 先把锅加热 倒入少许的油 再接下来 准备 番茜 新鲜的番茜 再加入 少许的洋葱 和 几瓣的 蒜头 放入搅拌机里 把它打成汁 当然 再加一点点水 一起放在搅拌机里面 搅拌 打成汁 然后 把裂根的米 直接倒入锅里 生炒 记住 这里的是生米 生米 洗干净的生米 直接倒入锅里面 直接倒入锅里面 炒 一直炒到 差不多 生米的颜色 有点金黄色的样子 然后 然后开始倒入 搅拌好的 番茜 洋葱和大蒜 一起的汁 一直等到锅里面的汤汁 水开的时候 加入红萝卜丁 再加入适量的鸡精 因为鸡精本身就是咸的 所以这里呢 就不另外加盐了 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水 再倒入少量的青豆 并搅拌均匀 然后一直等到水烧干了为止 这样 这道墨西哥菜 墨西哥饭就算做成了 就算完成了